你怎麼到現在回來 小子 沒有 我跟董哥 什麼董哥 明珠就明珠又董哥 小子 你看不懂 在說我明珠在那裡 妳要聽我解釋嗎 我跟董哥去那裡 做生物探勘 那什麼 什麼砍勘 生物探勘 那是因為白痴要練習觀察到 所以我才會去 做醫生的人就要去壓我觀察 妳頭要學什麼我是不管 不過妳的行蹤 都要告訴我 教什麼 那是因為董哥說 我現在三年了 要專心在白痴上頭 妳不要用妳的董哥來學我 我剛才說都聽不懂 外面明明明都黑色色 是可以看到什麼 那是因為董哥回來了 已經很麻煩 董哥要跟董哥一起吃飯 哪吃哪吐輪就不去那時間 妳還會董哥嗎 妳怎麼都沒想說 董哥在家裡等妳吃飯 等到董哥怎麼做養 我有猜我穿整個島 是 要我一定比較注意 你真的不是跟別人家煮出去了 教練 教練也要早休息 好 妳的董哥 妳問那邊就回去好好 好 休息 好 妳也早休息 這個賢弟兄一出事 怎麼可能所有人都要拚什麼救他 明珠就算了 現在連他們賢賢都很會參加 妳的時間 還不是多少回來了 好 記得贏結要自己賢三天 這樣我也不會領輸人 我電腦要讓他們主 省了這種文件 董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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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不可以拜託妳這件事 別說聽不懂 我女兒說有事要拜託我 冰鳳 妳現在眼睛裡面還給我這個董哥 有事要拜託我 冰哥是怎麼樣 妳大約可以賢出來 是 小宗先生的事 又是老宿莊的事 唉唷 我不是跟妳前九代萬代代說過 叫妳不懂 去老宿莊的做三所那 妳是聽得不懂 道上妳不要這麼緊張 我和父親都沒跑去 小宗先生的做三所那邊 這中間的厲害關系 我是很了解 我如果這樣還有什麼事 不是父親要求出頭 是 小宗先生那 現在有一個叫做中天生的人 說可以處理堅定的事 不過一開門就要二十萬了 小宗先生就跑去第二天就救錢 還來跟他爬上救呢 妳說這個人 他什麼來臨 做事有可可嗎 他有辦法處理健康的事 就是不可可 我真的很擔心 聽說音樂說 他頭上有夠多的 連什麼祖籍 什麼東部 什麼部長的都有 而且名有兩個 主席有兩個 賣賣還不只三四款 是說這老宿莊真的是 很好大 地下很爭 他又到他爬 二十萬 對 妳家什麼錢就出去了買 是買 但是已經答應了 我也是怕說 腳上那錢就出去了 是拿不回來的 妳都有這個想法 妳腳上又要把錢就出去了 腳上也是好意 他也說 他有提親過的小宗先生 但是小宗先生 現在為了要救後生 什麼人的話都聽不下去 妳說那麼多 妳要拜託我的事 就是叫我去調查這個人 對啊 洪酸這麼多大的地方 他賺什麼人命和實力 要調查這個人 今天就很簡單 而且 如果是腳上的錢補好條 我們也不用去北京那裡的事 建立的事 那後來不夠懶惰 什麼人要拿小名去搬 所以說 這種事就像賭賞在做的事 她又說什麼時候要拿錢 是沒說清楚 不過說越快越好 你們腳上 你們腳上 他要買不夠 把整個花都拆下去 他才會幫他 是啊 肚子上 你教大家的話 我都在聽 不過腳上現在就是說不聽 所以 就要我們伯父的兒子 做回來顧全這個雞 你們腳上 讓你這麼高想就好了 不過也是肚子上加出來的 剛才建立的這件事 我連出門都很小的你 連到民主既兵都在晚上 家裡也都分幾乎 肚子上你放心 喂 你有聽你去就好了 還有 好下這件事是你來跟我說 那如果別人不跟我說 就開水了 我就都聽不懂 我知道肚子上 一直都是很關心我 謝謝肚子上 對 今天這件事 你就不要再說 把肚子上來處理 你等我小心 好 謝謝 給妳聽 我給妳聽 等一下 我給妳聽 老婆要笑 我以為妳有幾乎 你不明白 我沒有 我發生的 我以為妳聽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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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